是軍醫 他直接調到敘利亞去 敘利亞下面一站 你怎麼認識他的 我認識他是透過朋友認識的 這名60歲的婦人 認真向警方解釋 要匯15萬元給一名外國將軍 因為將軍出任務 要去敘利亞打仗繼續盤纏 因為他要被派到 比較危險的廢房去服務 他一個二十八歲在新加坡 你有實際上看過這個人嗎 沒有 但是我們已經認識了兩個多月了 兩個多月 對話這樣子了還 婦人憂心外國將軍的安危 說敘利亞戰火猛烈 危險重重 身上沒錢該怎麼辦 不過他卻連這位朋友的面 都不曾真正見過 從頭到尾都是用LINE來做聯繫 說服了很多案例 對啊 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詐騙 那個太荒唐了 太會消失 我先問過去它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拿不回來了 就這樣也拿不回來了 警方苦口婆心 勸說富人把錢留給自己 因為網路上這種將軍情報員 到處借錢出任務的荒唐劇本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稱在國外當軍人的網友 急需用錢 需匯新台幣15萬元 自海外戶同 警方強調詐騙集團喜歡自稱外國軍人 常使用帥氣照片對孤獨女子進行搭訕 再以甜言蜜語的話術 要求被害人匯款到指定的國外賬戶 但這種跨海詐騙 一旦錢匯了出去 就難以追回 民眾千萬要小心 記者林中正 每一選桃園採訪報導 記者林中正